第14輪不再只能打同種疫苗 緊急加入混打 但有莫德納和BNT 不少人猶豫到底該怎麼選 BNT跟莫德納來相比的時候 莫德納產生副作用的機會 都會比BNT高一點點 但它產生了抗體的保護效果 也會比BNT來得高 以及持久一些 台大混打試驗時 國內還沒有BNT 因此混打數據只有AZ加莫德納 至於BNT則是參考國外資料 整體來說AZ加莫德納保護力最高 混打都比兩劑AZ還要強 其中兩劑間隔滿8週又比4週好 至於副作用混打組較兩劑AZ多 有專家就點出年輕族群若怕副作用 第二劑還是可以選AZ 反觀40歲以上可考慮混打保護力較高 只要你是40歲以上 你打那疫苗你的副作用就不大了 因為我們最擔心的新紀元 在40歲以上就很少發生了 指揮中心態度民眾自行權衡 衛福部草屯療養院醫師沈振南 同時引用瑞典數據 AZ疫苗打了4個月以後 預防感染的效力變-19 反觀混打mRNA疫苗效力 仍有66% 兩者差異非常大 瑞典在5月之後整個疫情大幅的下降 那因為國內疫情已經顯著趨緩之後 事實上在追蹤有打疫苗跟沒有打疫苗 能夠發生確診的比例都已經少非常的多 這樣子就很容易造成疫苗保護力的一個低估 羅伊軍強調這份報告還有許多統計學上的問題必須解釋 而且仍未經過審查 無論如何能確定的是AZ混打mRNA疫苗保護力較高 只是依舊存有副作用風險 就看民眾自行衡量 TVB的新聞連至舊宣台北報導